近期一些西方国家频频指责中国产能过剩 这种炒作毫无道理 中方坚决反对 产能问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充分考虑全球分工和国际市场的现实情况 要秉持客观公正和科学立场 对新能源来说 从全球范围来看 不是产能过剩 而是产能短缺 当前发展绿色低碳环保的新能源 是全球应对气变的重要举措 新能源产品需求不断增长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新能源产业持续提供可负担的优质产能 对全球绿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有关国家和地区不能一边高举 绿色发展的大旗 一边挥舞 保护主义的大棒 这是典型的自相矛盾和双重标准 可以说这是一种双标主义 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既会组织全球绿色转型 动摇气变合作的信心 也会磋商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合作的决心 我们希望相关国家客观理性 全面看待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需求 和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公正评价中国新能源产品 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愿意在坚持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 与各方加强沟通协调 推动产业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